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流畅通 各方面的条件必定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家中的植物自然看起来会更加的充满生命力 反之家中光线阴暗 空气沉闷 那么就算你精心栽培 植物也是很难存活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要及时寻求解决办法 如增加照明 多打开窗户通风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给家中摆放一些花煞的风水吉祥物 争取让家中变得更宜居 二 看动物 除了植物从动物身上也可以看出 因为家中风水踏实 人在初期 是难以感知到的 但是动物比人更加敏感 它们从刚住进去就可以观察到 所以 如果家里养的动物如猫狗等 一到新家里面 就会变得焦躁不安 或是看起来没精神 一副病奄奄的样子 那么就可以说明这个房子的风水不是特别的理想 需要搬家 或是进行风水化解 相反 家中的风水好 动物一进家门就喜欢乱蹦乱跳 摇头摆尾 三 看阳光 上面说过 风水好的家宅肯定是阳光充足的 所以 当家中的光照时间长 屋里总是给人暖洋洋的感觉 那么风水肯定不会差 但如果家中常年晒不到太阳 一进门还会给人一种明显的寒意 阴气和湿气都特别重 那么风水肯定会特别差 并且还要看看住宅周围的环境 如果有殡仪馆 垃圾场等地 那么风水就会变得更糟糕 这时最好先增加屋内的阳气 如经常组织聚会 多生火做饭 再在家中设置长明灯 或是摆放麒麟摆件来增望阳气 提升家人的运势发展 四 看物品 每一个家庭中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装饰品 如花瓶 镜子 挂画的 其实也可以从这些物品中 也可以看出家中的风水状况 当发现家中的挂画照片等出现了歪斜 镜子突然无故破裂 墙壁出现裂缝等等 读书民家中的阴气和煞气过重 这时可以给家中放置一些风水吉祥物 来进行化解 来帮助家人改善风水运势 二 四种房子绝对不能住 一 过于狭长 阴阳是好 房屋过于狭长 就像是一个窄窄的长条 这种户型的风水中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在风水中 房子越长阴气就越重 那么狭长的户型就很容易令宅内阴气过重 阳气微弱导致阴阳失衡 而且狭长的户型聚气的能力是很弱的 进入宅内的气流受到空气阻碍 无法顺畅流动 在这种情况下 财气就不易聚集 不利于家狱 人在这种房子里住的时间久了 事业就会受到冲击 做事时总是急于冒进 运气也不好 无论做什么也不容易成功 另外阴气过重的房子还易致病 威胁家人的身体健康 二 左窄右宽 家窄不安 户型方正 左右对称 前后云横 四平八稳 才是极力的风水格局 而这种左窄右宽的户型 就属于一头尘 是完全相反的不及户型 它会形成风水中的虚火煞 如果左边过于窄 甚至令房屋整体成一个三角形 那更是大大的不及 三角形是凶相 罪意升上 对外伤人 对内伤己 对各方面影响都很大 左窄右宽的房子 主家宅不安 住在里边的人 一烦躁 脾气较大 很容易招惹到是非官司 甚至会有商宅之事 导致破财伤身 钱财难拒 三 钱大后小 泄气漏财 房子若是钱大后小 就是说 房子的形状如棺材一般 这就形成了风水中的棺材煞 棺材煞这个名 一听就很不吉利 住在这种房子里的人 运势自然就不会好咯 一有意外的事故发生 而且这种户型 不但聚气困难 还容易泄气 家中无财气 财神也肯定是不会临门了 四 拐弯抹角 煞气重重 有些户型比较奇特怪异 会出现一些拐角 如妻子型的房屋 首先这样的户型会导致房屋缺角 不利于家宅运势 家人的事业财运 健康等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其次 拐角一般都是直角 比较尖锐 容易形成煞气 同时 拐角是把房屋分成了两个部分 有分裂之一 会导致人际关系差 夫妻矛盾频发 婚姻感情容易出现问题 家中也难以聚财聚气 这样的房子最好不要居住 三 五种房子风水最旺 一 入户门干净 生活中有些朋友总是喜欢 在自家门前堆放各种杂物 时间长了 忘记收拾便慢慢吸挥 这样不整齐的家门口 自然是不会招揽到财运的 反而还会给家里 涂增不少晦气 因此 要注意家宅大门前的环境 最好保持干净透亮 否则别说是财神爷了 就算是亲戚朋友 看到这样的大门环境 也会觉得不舒服 转身离开 二 光照灯火充足 无论是家里 还是办公室内 日照充足 光线明亮 这样才会给人的视觉上 形成宽敞舒适的感觉 并且在风水学上认为 灯火通明的地方 往往繁荣富贵 属于望运的好兆头 而且明亮的地方 正能量相对较强 所以在选房购房时 最好要注意 房屋的光照问题 如果住房环境很难再改变 那么我们可以从房屋内部入手 在室内多添点照明设备 保持屋内明亮 家里的钱财自然慢慢的就增进了 三 杂物少 财气多 这一点和入户门的说法是一样的 家里多余的杂物越少 屋里能够装下的财气就越多 其实按照现实来看不无道理 财富家不用的东西 不会长时间堆放 会及时处理直接扔掉 而穷人家想着物尽其用 于是东西就越堆越多 时间一长 杂物堆满家中 而自家生活环境没有得到改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说法 所以家里的杂物尽量不要堆积 及时清理出去 好让家居环境也显得更加洁井宽敞 人住着舒服 财运也就能增长了 四 财卫布局要声望 在家居环境中 有一个位置对财运至于关重要 那就是财卫 财卫是家里正能量最为聚集的地方 一般位于入户大门的对角线位置 这个地方的布置和陈设尤其重要 风水中讲究藏风俱气 财卫就是财气最凝聚的所在地 因此这个地方同样要保证环境干净明亮 还可以通过摆放一些寓意吉祥的招财物品 比如财神皮修百件 葫芦风水鱼等等 以此来锦上添花旺财生育 五 青龙高白虎低 风水学中有一句老话 叫做念叫青龙高万丈 不让白虎抬了头 这句话有怎么样的道理呢 青龙高高在上 所以一高不一低 白虎好度 所以一低不一高 青龙高秀白虎收 符合神兽即兴 这样的风水才是和谐生财的格局 也寓意着家中有神兽镇宅 象征着家宅吉祥 大老提醒家居风水中的气 说是磁场也好 气场也好 都是目前现代科学 无法证实无法探究的 因此很多人觉得玄妙 而不深不可测 实际上我们的祖先 早已形成了一些具体的 勘验调整理顺的方法 对于不太了解专业风水知识的朋友 不妨通过身边的一些现象 来判断和验证 如果有问题 还是尽快解决为好 家居和人一样 一旦生了病 也要有个治疗的时间 气不是立刻就能幼肿 也要逐渐去养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